姐妹们吃饭 今天吃简单两条鲫鱼 然后还有酸菜小笋 炒肉还有一个金针锅 这个是酸菜小笋炒肉 是剩下的 但是我拿来热了 是真的很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酸菜小笋 里面就是笋子和芥菜 姐妹们可以去吃吃冲除这个酸菜小笋 免洗免切拿来炒肉末 炒肥肠炒炒饭都可以炒鸡蛋 炒的时候不需要放盐 放一点点生抽酱油 里面就是笋子和芥菜 好好吃 我发现热了一次更好吃 比较酸菜小笋 胃炒肉 比较好吃 其实就是只要炒肉 这个是因为我们食材人会马上炖的鲫鱼 我们 är在什么店鱼 我许的那些店鱼 这是最高的 最高的 但边看 这个是不客气 不客气 我觉得很不客气 而且很不客气 很好 啊 很酷 好酷 啊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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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大家好 还有没有没拍到我们农家风味手工梅豆腐的活动了 平时是两瓶 现在是29年9月给姐妹们发三瓶 这个活动好久都没有做过了 现在就是天热 不想吃饭了 就是可以去拥有这个梅豆腐下周 那是绝绝子 姐妹们说的话一定要放冰箱保鲜 因为它没有添加剂嘛 常温放不了 吃完之后该吃该起 梅豆腐就是越软越香越软越细腻 细腻的梅豆腐 比如说别分了姐妹们拿来夹馒头 拿来夹饼这些都不错 学要吃的是麻辣的 如果姐妹们能吃比较辣的 可以去试试麻辣 如果吃不了太辣的可以试试香辣 收到第一时间一定要放冰箱保鲜 这个梅豆腐就是农家风味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到家要把它存放好 尤其是夏天 拿来下猪这是绝绝子的 学校就比较喜欢吃的梅豆腐 还是细腻 细腻的梅豆腐是比较软的 因为梅豆腐在运输过程中 他快递来回运输嘛 他就会挤到一起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梅豆腐越软 姐妹们能接受他这种软度 软度的梅豆腐还是比较细腻 好吃 像就成坨的成型的梅豆腐 他就是不太软 尤其是夏天发酵比较快嘛 来回运输挤在一起 姐妹们夹梅豆腐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去夹收到货第一时间 一定要放冰箱保鲜 那样的梅豆腐拿出来也比较成型的 也不会说那么软 因为外面没差大嘛 外面太热了 收到货它肯定是比较细腻啊 比较软肯定会挤到一起 这个是不影响咱们使用的 你们说到后放冰箱 放上半天或一天 他就比较成型 夹的时候轻轻去夹 很好吃的 姐妹们喜欢我们农家梅豆腐 可以去试一试 现在是三瓶 好长时间都没做了 好拜拜